《大沙台》 《大沙台》 哇 哇 这沙台 天哪 这是北京中心区的一个大沙台 我感觉我们现在是哥斯拉的 就是视角是 上帝视角 这个就是长安街和它的延长线了 长安街这条 其实我们这一季万里走单旗 选择中轴线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策划 因为中轴线它是一个有生命的进程 南边一直到大兴机场 北边一直到奥林匹克公园 它在发展 所以我们也是向往的一个不断发展的 一个进步的城市 你们怎么理解中轴线 中轴线我觉得就是 我在北京生活 我首先觉得北京问路 就是跟其他城市不太一样 你一问路 比如说这个人家就会告诉你 哪儿往东 哪儿往北 往东 往南 往西 就是东南 西北 就是非常独特 就北京人这个问路 对 我是来北京以后 忽然发现 我怎么会说东南 西北了 我的方向感怎么好起来了 对 中轴线其实对于北京来说 非常非常的重要 然后我其实特别希望能够 当以后再有人问到我 说怎么介绍北京中轴线的时候 我可以用很简短的话 让他清晰地了解到 你意识到吗 没有 我只不想听愿 他每次都问最掉转的问题 这是家乡吗 你知道其实北京中轴线呢 自古到今不断地加强 它是一个有规律性的 你知道这个从中古楼 永定门 这7.8公里呢 我们平常说呢 可以分成五个段落 每个段落大约1500米 最南边这个段落呢 是天潭 仙龙潭 组成的世界城市中 很难得的一片高质量的大绿地 所以这片主题就是生态 那么到了这一片 从天桥到前门 这一片呢 历史上就是商业区 所以这片的主题就是经济 从前门到故宫的五门 这一段1500米呢 无疑它就是政治 然后从故宫的五门 到景山的北门 这1500米呢 今天是文化 再从这个景山的北门 到中古楼 这1500米 我喜欢这片 是这一片呢 就是社会 那么从生态 经济 政治 文化 社会 那么自然地就形成了一个 五为一体的一个城市 这个就是可以短暂地介绍 生态 五为一体的中国 你看这句话出来了 能找到大家住的地方吗 我能找到 出生的地方 说明你们家这趣味不错 我出生在 中高县上 我对 我出生在天坛 天坛意愿 天坛意愿 你就在中中县出生呢 对 很激动 我能找到我高中时候的地方 就在中国美术馆的这个位置 这个民航大厦 附中是吧 对 附中 就在这儿 一眼就能找到 你运杰在北京城里 有什么记忆吗 我就是上中系的时候 就在后海 石沙海这一块 南罗古县 南罗古县 南罗 我的小时候 这个零到六岁呢 居住在这个地方 五岁 基于池 就是这个南城 现在是东城的一部分 后来呢 就居住了美术馆后街 就这个院 美术馆后街 所以这个北京这个中州县 两侧我都住过 那我跟您零岁到六岁期间 是领域 谁知道小孩变师姐了 变化有点大 对 那咱们这么大的一个 这么长的一个中州县 七点八公里 看来咱们还得分组 必须分组 那么咱们这一季的 比较多的分组的 就是 云姐和牛牛一组 我和萧哥一组 大师姐你看着办吧 你上哪组 我肯定去那吃的 比较多的地方 逛吃逛吃的 一般都你们那组 吃的非常多 人一股四天堵 那我们出发了 走嘞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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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